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这个牡丹花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先从花瓣的外围开始 向这个花瓣的中心画起 再有一种呢 就是从花心那部分画起 再画这个外围 下面呢 我就先把这个从花心这部分画起 最后画外围 讲一讲 我们调好了这个粉色以后 在这个笔尖的地方再调一点这个鼠红 鼠红不要调的太重 颜色也不要调的太匀 这样画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花瓣的这个中心部位开始画 随着这个把中心部位画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逐渐地在这个笔上加入鼠红 把颜色调深 然后再向外围开始发展 逐渐地画逐渐地往里调色 因为它花瓣比较多 所以呢 要求画的层次多一些 逐渐地往里边调属红 也就是说 外围的花瓣呢 让它颜色要重一些 在画的过程当中要考虑到它这个花形的整体的外形 这个花的外形呢 不要画得过圆 也不要画成方形 也不要画成三角形 这个外围呢 要有层次变化 这个外围呢 要有层次变化